高考当天早上 哄爸丢下了药 结果考试的时候 整个考场都听见我妹的惨叫 她衣冠不整 慌不择路从厕所冲出来 今年的数学依然难 教室里安静极了 只听见笔尖划过指张刷刷的声音 十多分钟后 厕所方向传来一阵惨叫 救命 虫 好多虫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窗外 我的学霸妹妹劈头散发 慌不择路奔在走廊上 像疯婆子一样 学士组的老师赶忙把妹妹拦下 问发生什么事了 妹妹的脸惊恐的变形 她指着厕所 嘴里是一声叠一声的 虫 虫 老师们分出两人守着妹妹 其他的朝厕所走去 外面安静下来 监考老师提醒我们 快做题 别看别人 我提起笔 继续算算算 脑子里电光石火般 虫子啊 哦 差点忘了 是我动了手脚 早上 后巴破天荒的给我准备了牛奶三明治 举队着我和妹妹起开得胜 金榜提名 没想到 牛奶有问题 考语文时 我刚做完基础题 五脏六腑仿佛脆了毒 碰了我基于晕厥 冷汗一阵阵往外冒 监考老师问 同学 你怎么了 我摇头 一只手附在小腹上 没事 休息几分钟就好 老师担忧地看着我 我咬着牙 感受着掌心之下的突起与震战 那是我的本命骨 它折伏在肚脐下方 颤动着 辐射出一条条密密麻麻的纹路 用它特有的方式 给我解读 身体所有的肌肉骨骼血管 都仿佛被纤维来回穿刺 过程持续了五六分钟 等到疼痛消失 我的衣服裤子 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整个人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监考老师再论了我一次 真不用去医院 我已经用卫生纸 擦了擦手心的汗 开始拔体 根据蛊虫解读的时间 我很清楚 后妈下的毒很重 所以要我的命 所以 语文考试结束后 她站在校门口 吃惊地看着我 我轻轻热热挽着她的手 并在吃饭的时候 毫无心理负担地 给她女儿下了骨 是的 我是骨女 确切地说 我妈是骨女 我只是继承了她的肯定骨 再根据她留下的羊皮券 学了一点点羊骨的皮毛 第一次接触到骨 在我六岁那里 我妈忽然倒闭 从家里到医院 再到火葬场 全程只有我和我爸 尸体送进层化炉时 我妈的手腕忽然鼓起了一个包 微微动动后 化作一道金光 朝我眉心射来 我跟我爸 有没有看见 我妈手上的包和金光 都是仙女 我觉得我肯定会变成小仙女 可其他人觉得我撞邪了 说我爸不该带我到火葬场 小孩子阳气弱等等 我爸很生气的凶我 叫我不要胡说八道 还说我在胡说的话 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我害怕急了 生怕我爸不要我了 那一年 我妈头七位过 后妈已经住进我们家 还带了个妹妹 那一年 我亲戚的明白 我从此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托油萍 我妈好像没有亲戚 我们家所有亲戚 都是我爸和后妈那边的 他们和街坊邻居一样 喜欢问我一个问题 你妈不在了 你爸以后只喜欢妹妹 你怎么办 他们也许没有恶意 只是单纯拿我取乐 我从最初的娃娃大哭 看着他们哈哈大笑 到后来笑容灿烂 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也喜欢妹妹 当回答变得索然无味 渐渐地 他们不再问了 我最初的懂事 或者说第二张脸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年冬天 后妈带我和妹妹 去游乐场玩耍 我们刚做完旋转木马 妹妹说要上厕所 后妈叫我站在原地等她 她但妹妹上完厕所 就回来找我 然而他们又回来 我站在原地 等啊等 等啊等 等到游乐场的人越来越少 等到太阳落山 等到所有游乐设施都停了 我又饿又渴又冷 终于明白 我被抛弃了 那天晚上 我是走回去的 我们家去游乐场很远 我走了两个多小时 身上没有钱 坐不了车 也不敢哭 派人饭子把我抓走 我记得有一只萤火虫 始终陪着我 它一直一直飞在我前面 屁股上亮着金色的光 我觉得 那是妈妈的魂灵 她在带我回家 很多年后 我才反应过来 那是我的本命 到我们家楼下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家里客厅的灯已经熄了 直逐窝亮着光 我拿钥匙开门 夜手夜脚走进去 妹妹已经睡了 我爸和后妈 躺在床上说话 你怎么回事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也不怕被人说闲话 我就带宛然上了厕所 再三冰煮她 不要乱跑 不要乱跑 结果我们从厕所出来 她就跑不见了 我拉着宛然 在游乐场 至少找了她十圈 根本找不到人 你说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两个人又虚道运喉 言语中 我没有听出任何担心 只听到他们商量 如何应付别人的问语 以及 少于孩子 得省钱省时间省精力 没有些庆幸的味道 我的心仿佛堕入冰窖 她果然是故意的 而她 喜闻乐见 我全在小房间 压抑地哭了整整一宿 恐惧占据了我的心房 我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怕他们再次把我丢弃 是了 我要乖 第二天一早 我趁所有人还没起床 跑到厨房煮粥 小小的我站在灶台旁 拿勺子一直搅动 生怕糊锅 等粥煮好后 又捞了泡菜切好 撒了味精滴上香油 再煮了三个鸡蛋 那是我第一次做饭 烫伤了手 我记得他们起床看见我时 一个比一个吃惊的表情 他们问我昨天去哪了 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 我肚子痛 也去了厕所 出来后没看到他们 就到处找 直到游乐园关门 才往回走 后妈说 这就是人找人 找死人 她叫我以后遇到这种事 就站在原地 千万别到处跑 还说她 差也被我吓死了 我乖巧地应下 给她说对不起 之后几年 家里早饭一直是我做 扫地洗衣服也是我 妹妹穿着公主裙 在家里又蹦又跳的时候 我穿着围裙 生怕碍了他们一眼 我努力少吃 多做 后妈很满意 你前妻留下这个拖油瓶 还可以吗 请保姆的钱都省下了 我爸也很满意 对 还是很懂事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瘦了 别人还以为我虐待她 我看看粉装玉拙的妹妹 又看看镜子里面黄金瘦的自己 觉得自己好丑 后妈喊我的名字 白纸 以后你妹妹剩下的饭 你给吃了 免得浪费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 这么多年 我做家务 睡羊台上的杂物脚 活得像狗一样 但我不是狗 我第一次说了不 后妈仿佛听到什么好笑的回答 她捏着我的下巴 怎么 还委屈上了 想想非洲的孩子 想吃还没得吃呢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但我不能答应 我摘了一圈 停在墙角一堆乱七八糟的箱子上面 金光闪了两闪 不见了 我扶置心灵 冲过去一阵翻箱子 竟找到原羊皮本 里面是我妈的日记 俊秀的笔记 她的每一行字 都仿佛潺潺流水 我借着月色 贪婪了 汲取着妈妈留下的温暖 这个梦 我不想醒 次日 当闹铃响起 我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靠坐在羊台的光丽上 手里赫兰抱着梦中的羊皮本 一时 我愣住了 梦与幻 真实与虚构 究竟是装生梦的蝶 还是蝶梦装生 可无论怎样 现实是 我被疼爱的人生 我把羊皮本一把塞进书包 飞坏到厨房给一家人做饭 那天起 我心里有了一团小小的火焰 像灰姑娘知道自己有个神仙教母 妈妈的日记很奇怪 极少的内容是爱情与家庭 大多是虫字与咒语 那些我看不懂的符号与文字 像集了另一个世界的魔法 有天晚上 后妈和妹妹对我联合双打 起因是数学单元测验 我比妹妹多考一份 他们觉得我不配 一个天天做家务 连张书桌都没有的孩子 凭什么比一心只读圣贤书 还有老师帮忙陪优孩子考得好 一架在身上来回抽整 我全在阳台角落 手臂与后背全是瑜伽 那天晚上 我痛得睡不着 也许是恨 也许是其他什么情绪 我对着篮子里的鸡蛋 咽了一段咒语 第二天 煮熟的鸡蛋里 密密密麻麻 全是死掉的小虫子 后妈和妹妹尖叫着 妹妹从椅子上摔下去 我爸抱怨 你买的什么鸡蛋 怎么长了这么多虫 后妈跑到篮子边一看 再次尖叫 有的蛋壳已经被虫子咬开了 密密麻麻爬在蛋壳上 我也吓惨了 早上起来煮鸡蛋的时候 明明看起来还是好的 后妈拎着鸡蛋去找了店家 大骂了一顿 退了钱 我惶恐不安 总觉得那些虫子 与我念的咒语有关 甚至很长时间 没有翻过我妈的羊皮本 生怕那是潘多拉的盒子 直到中考结束 我再次把妹妹惹毛了 她是学霸 常年的陪优 让她在班上保持前三 我靠空分 在全班5至10名的样子 她虽然看我不爽 但到底不如她 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中考 我豁出去了 我想争取一下奖学金 成绩出来后 我们双双进了 全是最好的高中 我总分比她高50多 拿了学校最高级别的奖学金 学费生活费全免 还有现金7万 妹妹和后妈的嘴都快气歪了 可爸爸笑得合不拢嘴 她说我争气 说我这么多年 没花过一分钱上补习班 现在居然能赚钱了 还说到我妈 说我妈也是学霸 还是她的福星 我妈和她在一起后 她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顺 我脱口而出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妈了 我爸愣了下 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后妈这是接口 什么福星 你妈就是病秧子 不脱了你爸就不错了 我大概是觉得 翅膀长硬了 直接对了去 总比你好 你和我爸结婚后 我爸的生意就一日不如一日 我这话是实话 后妈仿佛对人 踩住屁股的蚂蚱 一下跳起来 说我嘴巴烹吞 我爸做了和事佬 单方认宣布 以后给我的卧室 就我那书房 明天叫人给你改成卧室 这是我睡阳台的九年后 重新有了自己的卧室 那个暑假 我爸像个花孔雀 到处炫耀 他两个女儿都考上了重高 其中一个还拿了最高奖学金 他带我们去泰国旅行 订了个四家大别墅 本来开开心心的事 我的好妹妹却躲起了杀心 夜里 我在游泳池里学习潜水 她忽然把游泳池的盖子关上了 等我发现的时候 房间不但关了灯 连门都锁上了 我拍着游泳池的盖子 一次又一次喊 喂 有人吗 没有人应误啊 我想起来了 我爸和后妈看成了秀去了 别墅里只剩下我和我妹 封闭的空间 仅存的空气只在水面与盖子之间 空气一点点减少 我尽量减少运动 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呼吸开始加速 身体无比困倦 在紧接着 呼吸渐渐困难 窒息如影随形 我觉得 我可能 大概 要死了 我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 绝望中 我仿佛看见妈妈 她在朝我招手 我决定不再挣扎 摊开双手 朝水里倒去 水灌入肺部的瞬间 我的小腹仿佛升起一团火焰 炙热的 以催枯拉朽之势 从小腹到眉心 身体也跟着那团火焰 以愉悦的姿势冒出水面 金光从我额间蹬出 到越来越暗 最后岌岌可危 这不就是当年陪着我 从公园飞回家的营火虫吗 她曾带我找到我妈的羊皮本 我看着她从洞口飞出 停在游泳池边缘 金光在屁股上挣扎着 闪的亮闪 吸了 我心里急 顾不上剧烈咳嗽 一只手抓住洞口边缘 使劲朝外爬 皮肤被尖锐的塑料边缘割破 雪滴滴答答落下 我爬到她旁边 小心翼翼腾起 这才发现 她其实不是萤火虫 而是一只长着翅膀的残 通体银白 我想了想 把她放在我刚擦破皮 血液正鼓鼓而出的手臂伤口上 没有缘由 单纯是身体下意识的动作 似乎本该这样 片刻后 她的脑袋动了动 然后消失了 但我知道她在 有过去很多年一样 她与我的身体 再次融入一体了 我缓缓站起来 身体很累 但我的心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就着湿答答的泳衣 朝傅婉然卧室方向走去 血液雨水混合着 顺着四肢 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脚印 傅婉然正在打游戏 我踢开防纹 一把揪住她的头发 狠狠一扯 不管不过往楼下拽 傅婉然失了先机 双脚在地上蹬着 除了大声喊副白指 你疯了吗 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过到墙上有装饰的灵格镜子 我看见自己浑身戾气 凶残得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这一刻 我只想她死 既然离下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般 想她死 傅婉然很快被我按到游泳池里 她拼命挣扎 我拼命把她往水里按 救 救命 没有人救你 时机是你选的 你不是想杀我吗 你也尝尝这种滋味 姐姐 不错了 你 你咬了我 不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那天后来 我其实记不大清了 按照我爸的说法 他和后妈回来的时候 我和傅婉然都晕倒在池边 地上全是血 他们没有报警 请了医生上门来看 给我包扎伤口 在两天后 我们就回了 泰国之行 不欢而散 之后三年 我和傅婉然针肩对卖忙 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都互相看不顺眼 有同学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戏称我们王不见王 我觉得可笑 她一个需要疯狂刷题 她勉强够得上学霸的人 也配合我相提并论 高三最后一次模拟考的时候 我做了件疯狂的事 语文交了白卷 在全年级的排名 从前十跌到一百开外 可总分依然比她高几分 我笑得特别张狂 看见了吗 这就是差距 我就算让你 你也赶不上 哈哈哈哈 还想考双一流 做梦去吧 大概也就是那次刺激了她 导致高考那天早上 她联合她妈被我下鼓 所以致死的计量 她们不光想毁了我的高考 还想要我的命 怎么报复 报复到什么程度 我认真思考过 我妈的羊皮本上写得很清楚 新俗规 大山以外 遵守法律 特别是刑法 于是我没有下死手 只在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 顺手给傅婉然下了个小小的鼓 让她就在下午考试的时候 腹痛 腹泻 她看到的虫并不是真的虫 而是幻觉 所以 巡视老师在厕所 不会有任何发现 傅婉然不信 跟着去了厕所 再次尖叫 风魔一般 一把二十把傅婉然送去医院 我忍不住笑 子不语怪力乱神 她如果能坚持下 后续在客服住卷子上每个字 都是虫子组成 还是可以考试的 就算考不上211 普通二本 还是可以想想的 全家人都在照顾傅婉然 我觉得世界下清静了 心无旁骛 考完余下几场 这才假惺惺到医院看我的好妹妹 她已经从事中心医院 转到了省里最牛逼的医院 做了无数检查 专大教授也会整过了 可无论谁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她的身体机能完好 最大的可能是心理疾病 毕竟 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高中生 因为各种心理问题 产生应激反应 我陪在旁边 跟着我爸和后妈长嘘短叹 装姐妹情深 可能是装过了 那天傍晚 我坐在走廊上吃医院餐 后妈立生 副白指 是不是你干的 我吓了一跳 我哪有这本事 后妈思索了一会儿 也不知是信了 还是没信 面带不善地走了 我爸走过来 坐到我旁边 别怪你姨姨 她也是太关心你妹妹 对了 考得怎么样 清北没问题吧 我笑了 什么清北 我压根没想过清北 三年前泰国执行后 我不再拍那些虫子 回来后就认认真研究起 我妈留下的羊皮本 从那时起 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华南农业大学 我想研究虫子 我的笑让我爸产生误解 他精挑戏选了一张我的照片 又选了清北两所学校的校门图 屏蔽了后妈那边的亲戚 发一条朋友圈 女儿 爸爸等了给你庆功 我侧头看了他一眼 说了句场面话 这就是传说中 中年的顶级炫耀吗 我爸头也不抬 沉浸在朋友圈 飞快的点赞中 那是 这个可怜的中年男人 这几年 他的生意越做越小 钱越赚越少 能炫耀的 也就是两个学伴女儿了 现在只剩我 傅婉然的幻觉 略略有点严重 米饭面条之类的 在他眼里是虫子 每天都要掀翻好几个碗 皮肤上的汗毛也是虫子 只要定睛看 身上都是命迷妈妈去一样的东西 头发也被他扯得七零八落了 他每天都在崩溃边缘 不是疯狂摔东西砸东西 就是疯狂搓皮肤 啊 虫 好多虫 走 走开 没有人愿意和他住一个病房 红棕楼的其他患者和家属 被弟弟叫他精神病 医生找我爸和后妈谈了好几次 建议送到更专业医院 精神病医院 后妈不同意 他接受不了自己的女儿 变成精神病患者 我爸倒是无所谓 他是我们家最早放弃的 我还在兢兢业业表演血浪与水 他已经不耐烦了 这么多年 他要什么买什么 五颗花了多少钱 就指望他考不好大学 多争口气 你自己说说 怎么成现在这样啊 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吗 老夫家的小女儿疯了 真是报应 我有时候也觉得是报应 若不是当年执意和白猪离婚 非要把你娶进门 他也不至于娇生惯养 连个高考都挨不过去 我站在走廊拐角处 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 静静地听着我爸发脾气 后妈一直哭 一直哭 他不敢告诉我爸 高考那天早上 他给我投毒的事 但他精准地猜到 傅婉然的病与我有关 他说 任何病都有前兆 可傅婉然没有 肯定是被人下了毒手 我爸听不进去他这套说辞 临走的时候 只丢下一句 我再给你三天 三天之后 必须送到精神病院 我们家的钱 不是大风刮来的 后妈摊坐在塑料椅子上 我从拐角走出去 她看见我 整个人仿佛打个鸡血 直接朝我扑来 掐着我脖子 眼睛红得仿佛要低血 傅白指 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 你到底给她下了什么毒 我仰了头 把脖子再伸长一点 让她掐得更有感觉 同时偏头看向医院监控 我没有做过 我说 尼姨 你要是怀疑我 可以报警 高考那天早上的碗筷杯子 一个都没洗 如果我真的做过什么 警察肯定查得出来 我很平静 她的瞳孔却猛得一缩 声音小了很多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装茫然 我应该知道什么 你咦 我听不懂你的话 后妈咬着后槽牙 眼睛里全是不干 我不知道下股的事 警察能不能查不出来 但我知道 她不敢报警 和三年前 泰国那件事一样 一旦报警 最先查出来的 就是他们杀人累穗 三天后 我爸到医院 原计划是盯着后妈 给傅婉然转院 可没想到 大庭广众之下 后妈扑通 就我爸跪下了 他求我爸 再给傅婉然一次机会 他就这一个女儿 是他的命根子 他想去苗疆 找当地人看看 就当死马当作活马医 他保证 如果还是不行 回来后 他二话不说 把傅婉然送到精神病医院 我爸没肩全是利器 他不喜欢家里人不听话 没关的人很多 我爸要面子 一时间骑虎完下 最终答应 我看热闹式的看了一会儿 从人群中穿出 一把扶起后妈 庄孝顺 你一遗 我陪你一起 后妈的眼神尖锐而恶毒 苗疆有多大 十万大山 涵盖了云 贵 湖 广 以及川域的部分地区 我爸早年做药材生意 我妈陪他跑过很多地方 尤其贵州那边 后来他才开始做建筑业 药材那边的人脉 也就渐渐淡了 为了给傅婉然看病 让后妈一个心愿 我爸重新给以前的老熟人打电话 看有没有门路 请到大鼓师 我盘腿坐在旁边沙发上 表面看书 实际托听我爸打电话 不是白竹的孩子 是我后面娶的老婆 白竹啊 他生了一场大病 没了 啊 不认识啊 我还以为老哥你有门路呢 白竹 他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 他走了多少年了 不是白竹的孩子 哦 你是白苗啊 和黑苗不熟 几乎所有的电话 都会提到我妈 几乎所有的电话 都会婉拒我爸 仅有的例外 一个建议我爸直接进山找 说只要新城 总能碰到 另一个叫我接电话 开口就问我 我妈什么时候走的 怎么走的 我说 我妈已经走了十二年了 她缠绵病态多年 有一天忽然就走了 对方的声音有些哽咽 过了一会儿 她说 你告诉你爸 我可以带他们去 但是对方治不治 就得看运气了 我原话转达 我爸深深吸了一口烟 在重重吐出 她的脸色不渝 朝后妈看时 眼神中满是不耐烦 和很多年前 朝病态上看我妈时 同出一辙 和我妈不同 后妈压根不在意 我爸的情绪 早在医院那一柜时 她已经做出选择 她忙着收拾衣服 洗漱用品 充电保充电线 多带点现金 对 还有金子 我明天一早再去买点 山里面 现金不一定管用 但金子可以 有钱能使鬼推磨 晚然一定会好好的 她叙叙叨叨 这个女人 虽恶毒 但对她的亲生女儿 是真的好 第二天 我们就出发了 自驾过去 十多个小时后 车停在贵州 我第一家卖山货的店 迎接我们的是两口子 他们穿着苗族服饰 年龄和我爸差不多 男的姓汪 女的姓何 佛天叫我接电话 是这个女的 他叫我叫她轻姨 两口子对我很是热情 说我还在强保中的时候 他们就抱过我 轻姨拉着我的手 指负在我手腕上 抹扎了一下 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体内鼓虫的异动 我猛地缩回手 敏锐地盯着她 她的眼睛一下就红了 她说 孩子 别怕 我和你母亲是朋友 朋友 我连我爸都不信 怎么可能相信 这个自称是我妈朋友的人 佛天貌性微笑 脚上却忍不住后退半步 轻姨倒是不介意 她坐在汪叔旁边 与我爸说话时 时不时看我两眼 那欲言又止的表情 莫名让人动容 汪叔说 苗族有很多分支 外人听说最多的 是白苗和黑苗 事实上 他们还有花苗 青苗 蓝苗 红苗等等 她和轻姨都是青苗 主要是采草药之病的 我们想找的大古师 也就是古佛 则是黑苗 黑苗相对人丁稀薄 住在大山更深一点 多年来 青苗和黑苗并不太对付 明天可以带我们去找人 但他们不能靠太近 只能远远地给我们指明方向 我爸再三表示理解 后妈迫及待地问 根据你的经验 我女儿像不像中古 汪叔说 不是像 百分百就是 后妈后爸对望一眼 眼中满是疑惑 他们不明白 生活在大城市的傅婉然 怎么可能被深山里的黑苗吓骨 您刚才说 青苗采药治病 请问这个骨 你们能治吗 我带了钱 多少都可以 后妈紧紧捏着手机 汪叔朝青苗看去 感觉有弹的余地 我们治不了 青苗斩钉截铁 她顿了下 不是我不想赚钱 骨这个东西 很复杂 一旦手法错了 或者要用错了 虫子就会钻进大脑 到时候才是生物如此 后妈一张脸 吓得煞白 青苗又说 另外 古婆很小气 明天求古婆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尊敬古婆 要新城 我怀疑青苗是在故弄玄虚 因为我给傅婉然吓得 是很低阶的骨 低阶道 只要傅婉然意志力够坚定 无视那些虚假的虫子 基本能正常生活 而青苗 她一个只在我手上摸一把 就能让我骨虫异动的人 怎么可能连这么低阶的骨都破不了 果然 夜里 她来找我了 我们住在当地招待所 前面是公路 后面是小山坡 我的房间在靠近小山坡那边 半夜 我睡不着 起床推开窗户 看见青苗站在不远处 她穿着白天那套裙子 只勾勾盯着我 一刹那 我害怕极了 可她浑身上下透出来的悲伤 实在太荣重 荣重到让我想哭 她朝我招手 我便走出招待所 走到她旁边 那丫头的骨是你吓的 是 你体内那只 是你母亲的本命骨 你知道吗 我猜到了 害怕吗 她就过我 我顿了下 不止一次 青苗笑了 我们缓缓走在山坡上 明明是夏日 本该是虫子最活跃的季节 可周围没有一声虫鸣 青苗说 我和你母亲打小就认识 她们的一脉 和我们这一脉 千百年来都不对付 可我们关系很好 她很有天赋 足力很重视 据说可以成为这一代最厉害的孤女 我们也读书 义务教育苦极了很多年 可山里教育资源不好 考上高中的寥寥无几 你母亲是个天才 在我们这里算天才 她不但考上了高中 还考上了大专 她和你父亲是在大学认识的 说到这里 静一顿了好一会儿才继续 黑苗的英西伯 物与万人空分 按照族规 你母亲大学毕业后 必须回来 可她和你父亲相恋了 苗女多情 为了和你父亲结婚 她吃了很多苦 差点没有过去 她们做药材生意 和我们联系多 我问过她很多次 值得吗 她说值得 我一直记得 她脸上满足的笑 后来 她们开始做建筑业 又有了你 联系就少了 渐渐的断了联系 我以为 她想和我们划清界限 没想到 轻一抹一把泪 那天晚上 她还对我说了很多 包括 我爸不知道 我妈是黑苗 她以为 我妈是个普通孤儿 包括 苗女情深 黑苗一脉 没有离婚 只有丧偶 肯定是你爸出轨了 可为什么死的 不是你爸 还包括 明天要找的古婆 其实是我外婆 白竹的本命骨 一直活着 我猜她根本不知道 白竹走了 她一辈子没出过大山 总该看看 女儿是死在谁的手上 我们坐清姨家的 小卡车进的山 早上五点多就出发了 微微高山 连绵不绝 到下午两点 车停在一处山坳 所有人唤不行 再翻过一座山 滚 你回来做什么 声音仿佛在耳边乍响 轻易骤然止住步伐 她指着远处一座院落 就是那里 我不能往前走了 你们自己过去吧 注意安全 不要乱吃乱摸 这边手机没信号 你们办完事 回到我停车的地方 那里有信号 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们 我爸没接紧锁 无意识摸了摸心脏的位置 没点头也没摇头 后妈吞了吞口水 眼中清晰地生出退意 这是传说中的黑苗啊 传说多呼吸一口空气 都可能中骨的地方 倒是傅婉然 她一扫之前的腿败 期待地看着远处的院落 妈 我们赶紧过去 我有预感 她能治好我 这是自高考数学后 她说的第一句正常的话 后妈受到极大鼓舞 立即坚定立场 拉着傅婉然走 我和我爸跟在她的母女后面 远远的 院落的门开了 甘别矮小的骨婆 快步走出来 她穿着黑色的苗族服饰 双手插腰 看着我们的方向 眼光太刺眼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觉得她的目光扫过我们 落在青仪身上 再回头 青仪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她注视着骨婆 眼泪忽然落下 四千言万语 但座山没有虫名 并没有鸟叫 安静的可怕 阳光仿佛都晾了几分 我们四个人 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 直到近前 才看清骨婆的脸 我第一次看见 这么可怕的脸 半张脸正长 法令人深刻 另外半张脸 坑冲娃娃不说 还有条层眼瞼上方 直拉到脖子上的扒 扭扭曲曲 像只巨形无功 我有点害怕 迟处地退了半步 傅婉然吓了尖叫后退 后妈死死拉住她 朝骨婆连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孩子没见过世面 骨婆在我们 朝她走去的这一路 一把揽过我们无数次 眼神仿佛催着毒 你们是谁 来做什么 声音依然尖锐 仿佛嗓子被人捏着 后妈扑通跪下 我女儿被人下了鼓 求大鼓师给瞧瞧 她一边说 一边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金子 双手捧着 举过头顶 有小金条 小金疙瘩 金项链 金坠子 金耳环 金戒指 阳光下金灿灿的 我爸满脸肉疼 骨婆只看了两眼 就把目光落在我爸身上 你叫什么名字 傅 傅经伦 他们是你什么人 妻女 骨婆喉咙里发出古怪的一声响 她面无表情的笑了 结结结结 像破旧的古风机 拉着破风箱 阳光凉了半分 骨婆才示意 我们跟她进院子 她走得很慢 与先前熊啾啾强昂 跨出院子盼入两人 步履甚至盘山 我想 她肯定猜到了 她的女儿为爱奔走 惨遭背叛 她在很多年前 已经没有女儿了 我一时冲动 三步并做两步 跑过去扶她 婆婆 我扶你 她转头看我 其爪般干枯的手指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嗓音像金属擦过金属 你不怕我 我怕 可轻易说 你是我外婆 我的蛊虫在这里也很安心 我咬着后槽牙 努力不去看她那张可酷的脸 你叫什么名字 她的声音轻了一点 白指 我一轻声回答 她嗨了一声 听不出任何情绪 很快跨过门槛 院子里养着一只 昂首挺胸的大红公鸡 她的羽毛油光水滑 异常鲜艳 机关硕大且红 仿佛进着血 黑色的鸡爪 大踏步走在院子里 脚下时不时发出 支搭的响声 支搭是因为 地上满是蝎子 蜘蛛 蝉蝠 壁虎等毒物的残肢 又以蝎子居多 后妈和傅婉然互相搀扶着 目光偷瞄着院子 每一步都战战兢兢 我爸跟在后面 她 院门猛地关上 我们四个惊得齐齐毁炭 竟是盘旋在门上一条大黑蛇 还张大嘴 扶着杏子 肠尾啪啪啪啪甩着 目光稍稍往四周延展 只见屋檐下 房梁上无数条蛇盘旋着 红的 绿的 白的 黑的 无一例外 全是三角形的脑袋 每一双眼睛都幽森森的 没有最毒 只有更毒 少说也有百来十条 更恐怖的是 房梁上的蛇 还在源源不断 不断往外爬 我忽然意识到 这是光门杀人的节奏 轻易从接到我妈电话 知道我妈死了 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处 院子里的温度 仿佛降了十度 后妈和傅婉然 齐齐打了个冷战 朝我爸的方向靠近半分 刚那只鸡呢 后妈哆哆嗦嗦 走了 我看着她走的 为什么要走 后妈的声音尖了几分 她转过身去拉我爸 我爸实话般站在原地 两只眼睛圆鼓鼓望着堂屋墙上 身体抖得像筛康似的 嘴皮哆嗦嗦嗦 白竹 白竹是你什么人 她尖叫着问古婆 后妈顺着她的目光 墙上挂着好几排画像 最后一张 是我妈 她的脸色比我爸还难看 双手朝我爸胸膛猛的一推 抓起傅婉然就往外跑 不治了 我们不治了 你放我们走 他们只跑了三步 无数毒蛇堵住他们退路 朝他们吐信子 晚了 破风箱再次响起 古婆一声立贺 白竹是我女儿 我们黑苗家的女儿 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 院子里 但凡有缝隙的地方 都响起嘻嘻嘻嘻的声音 蝎子 蜘蛛 蝎蝠 壁虎 蚂蚂蚁 不要前世的往外爬 他们掠过我和古婆 以包围之势朝那三人爬去 这可比傅婉然之前的幻觉恐怖多了 我错了 是我附了白竹 您放过 白婆婆是这渣男 她骗了你女儿又骗了我 一切坏事都是她干的 他们是真的怕了 额头撞在地面鲜血淋漓 毒虫嗅到血液的味道 更加兴奋 在他们身上爬来爬去 一支支张大嘴朝他们咬 三个人跌倒在地 痛得死去活来 苗女多情和天下男子大多无情 我们黑苗一族 大婚难日会给丈夫下彭星骨 一旦男人背信弃义 会被百虫饰咬而亡 你没有死 只有一种可能 白竹在你鼓发之前 掐死了彭星骨的母骨 之后 她的身体会越来越差 你们这些人都该死 妇婆越说越激动 她的双手乱舞 恨不得亲手掐死我爸 我爸急中生智 她忽然指着我 她叫白指 是白竹的女儿 你的亲孙明 她才19岁 刚考上大学 如果死了 就没有人养她了 妇婆乱舞的手慢了几天 地上的虫子也缓下来 我爸她们身上也是大包小包 大黑块叠着小黑块 显然中毒破身 我给你们一条生路 古婆说 二十二年前 白竹为了嫁给你 从这虫山蛇海中爬出去 之后养了大半年 你们若能从这里爬出去 我就放过你们 没想到 我爸她们真从这里爬出去了 我很疑惑 那妖毒虫 把她们咬成那样 怎么还能活 更疑惑的是 黑苗大古婆的实力和传说 明显不符 但我没好问 质疑实力这种事 还是不问为好 古婆 不 是外婆 外婆留了我住了两日 她问了为什么给傅婉然下骨 也问我多年的生活 我如实相告 两天后 她说 我可以走了 叫我以后好好生活 她说 我母亲的本命骨 她本可以给我拔出 可那只骨可以守护我 还是留着吧 她说 母亲离开时 其实已经被逐出家门 我不必守着大善 她说 想她的时候 也可以回来看看 几天后 我回到成都 迎接我的是我爸 后妈 以及我妹的死讯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 我爸喝了酒 车撞出高速 三个人当场死亡 于是我继承了家里所有财产 报考了心仪的华南农大 顺便去派出所改了名字 去掉父姓 从此叫白纸 只叫白纸 有一天 我给亲仪打电话 亲仪 我爸他们的死 真的是意外吗 当然 又有一天 我和外婆聊天 外婆 我爸他们的死 真的是意外吗 你猜